你下車一下 欸!不要動!下車 下車 一定有載人 你就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有冷酒 好 郭先生 你搭著計程車出車禍 你懂嗎? 撞上來了 你不要再吹了 你下車一下 欸!不要動!下車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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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煞車拉起來 你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啊 沒有啦 我身體有心在那邊 這個心在那邊看 蛤! 有沒有載一下這輛車啊 後面還有一個耶 這輛車的啦 那是後面有人啊 你還有載人耶 有載一個人嗎? 有啊!有載一個人啊 有啊! 那邊載一個人 你載人你就不知道啊 有 你載到那邊啊 沒有載一個人啊 沒有載一個人啊 沒有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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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冷酒 蛤! 郭先生 家住哪裡 你計程車 你搭著計程車出車禍 你懂嗎? 要撞上來了 你不要再退了 你家住哪裡 你換一台車 我建議你換一台車 這樣好不好 好啊! 你有沒有清醒一點 有有有 清醒一點 有 因為我剛剛看你一直在發抖 有 很冷對不對 對 你身上沒有 沒有東西了齁 沒有沒有 新北市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 巡邏員警 在這個月27號的時候 執行巡邏勤入 在晚上11點多 行進板橋區 萬板路跟民生路口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台計程車 他的左車輪 跑在人行道上面 同仁覺得可疑 趕快上前去跟他了解 他到場發現 這台計程車上面 駕駛座有一名男子 正呼呼到歲 同仁覺得可疑 就將該名駕駛 請他下車接受詢問 當時在該名駕駛座的門拔 有發現一支注射針頭 根據我們的經驗 很可能這一名男子 是因為施打毒品 才有這個行為 那我們當場 對這支針頭 給他測試 結果也發現 確實這支針頭 有一級海洛因毒品的反應 所以這名男子健壯 也牙口無言 坦承犯行 同一時間 我們在這台 架巨人車後面 有發現 渾身酒系的一名乘客 也在呼呼大睡 那我們同仁趕快把 這名乘客 叫醒 經過了解 這名乘客也是當天 跟朋友在餐序 喝了冥丁大醉 蘭達這台計程車之後 他上了車就 當場就分碎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什麼情形 整個案子 我們經過離清之後 這名乘客 確實跟這件毒品案件 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警方 就趕快給他協助 在蘭達利 另一台計程車司機 將該名男子 附送回家